Leo聊世紀天天都不幸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波西米亞人對上伯根地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R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10點鐘方向的紅色玩家MBL 我的名字是波西米亞 波西米亞特色是挖金挖死的速度是正常的 但是他是有免費的科技的效果 所以他在封建時代打工兵或是打塔工 或是直接上層挖寶都很適合 波西米亞人的工兵是全滿狀態 不是全滿 講錯 是少了一個拇指環的狀態 但是他在城堡時代就可以研發火槍兵 城堡時代研發化學就可以使用火槍兵 而且有化學的關係 奴兵在城堡時代就有8點傷害 非常的痛 波西米亞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步兵跟火槍系 他的火炮還有榴彈炮可以升級 森鯉的部分是全滿的 而且可以點一下銀罐技術跟金罐技術 增加火炮火槍的移動速度 還有戰車寶兵 金罐可以讓森鯉跟研發科技有不消耗費的黃金 而是消耗15就可以研發 非常的好用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挖腰這邊選擇的文明是伯恩敵人 伯恩敵人特色是升級經濟科技的時候 是可以提前個時代升級的 現在時代就可以研發一級農一級木 空間時代也是二級農二級木 而且還有折扣上的效果 那伯恩敵人的主要部隊是騎兵跟火炮部隊 火槍這些 這邊火槍跟火炮有外增上的效果 遊俠的話雖然沒有品種 但是城堡時代可以研發重裝騎士 帝王時代遊俠這個造價成本也是半價的 所以不管是要升大陸馬或是升遊俠 都是非常快速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空間時代 會怎麼處理這張地圖 那阿拉伯地圖來說還是比較難為一點點 先來看一下黃金的位置 左右兩邊都有一塊黃金 這裡都是蠻適合放TC的位置 剛好在木區跟黃金的旁邊 這裡也是 那這個地圖來說的話 YO會比較難受一點 黃金在前面 而且這裡有高地 勢必要把這裡圍出來一點 這樣才會比較好守一些 那家裡的部分呢 其實很適合打石城 這個是有點天土阿 那這個黃金跟果子都在後面 黃金跟這個石頭調換的話 可能就好一點 但石頭在後面也不會太長 對方過來插寶或是打強攻 後面有石頭也可以挖寶 打這個馬上清裝兵 也是很適合伯地人戰術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MBL 這邊選擇是波西米亞 那波西米亞的特色 是他的火器單位比較強大 那風雷斯帶也是可以打工兵 所以這邊的話 黃金的位置也是跟YO一樣 比較糟糕一點 所以這個黃金部分也是 跟YO也差不多 都是可以蓋TC的位置 不錯 那防守來說的話 也是跟YO一樣 但是可能會比YO 還要花更多的資源去圍礦 OK 果然是要這樣子圍 哈哈 那右邊的話這邊也是直接圍過來 這裡圍過來一點 就沒什麼問題 或者是直接放棄這塊金礦 直接 可是如果放棄這塊金礦的話 法木場也要放棄了 所以應該還是要圍出來一點 直接圍過來 好 MBL 這邊是沒有打算放棄主金 YO 這邊是點下了 弓箭時代 還有20秒 一金龍也點下 一龍一木 MBL 這邊也是一龍一木 點下了 YO 點下了支付技術 二級法木也點了 喔 是一隻村民 差一點被抓掉 差一點就偷支部 偷到頭破鞋喔 OK 那現在這村沒事 拉了肉馬回來打架 上兵過來戳一下 哇 血量平衡了 13對對 14D YO 現在打法 是一個比較開農的路線 為什麼會說是開農呢 是這邊可以觀察 只要對方補一個GINO 但是並沒有補射箭場 或者是馬舅 那通常的意思喔 就是我要農啦 那通常開農時候呢 也會轉這個 毛兵 去做防守 對方的工兵 直接衝進來的問題 當然也可以直接插箭塔 那我是覺得插箭塔 是比較簡單的防守方法 當然如果有毛兵的話 防守來說 調度彈性會更好一些喔 也可以阻止對方的這個工兵喔 接續城堡塞奴兵的效果 所以不管怎麼打 都有這個防守的方法 可以去做應對的喔 哇喔 這邊是決定不交流 開始挖黃金 這是NBL看不交流 那我就來更交流 拉了三隻村民 過來蓋一下這個箭塔 好 這個箭塔 蓋好就會看到 哎呀 這裡怎麼有箭塔啊 這個採礦地白蓋啦 好 看到有人蓋箭塔 趕快圍個大石牆 好 這裡也圍一下 圍一下圍一下 再補一個兵工廠 哇喔 這邊 4級有沒有下呢 4級沒下喔 在這裡 4級趕快下 因為這裡要趕快靠買賣升級上去了 好 那這邊實況呢 待會可以考慮插一根箭塔 才不會被控住這個實況來源 要是YO這邊被控住實況來源 待會上城堡實在喔 插寶就不太好色了 那待會插寶的位置喔 可以考慮插這個位置喔 直接把這兩根箭塔給拔掉 還可以守住自己的金礦跟木區 農體也可以稍微守一點點 好YO這邊左右都插 不是YO MBL MBL左右都插 沒有打算要你很好過 但是現在YO是決定把箭塔 補在了左邊位置 超到了一半之後選擇取消 沒有打算要敲好嗎 OK 這邊買了一些資源 點下了城堡實袋 B級挖金挖石 開始點下去 不交流打法 可以再稍微微一下 又敲了一下箭塔 又取消 逼退MBL這邊 該箭塔 兩邊取消箭塔速度很快 有新手可能問說 你地基都敲到了一半 幹嘛還回收啊 原來如果這裡不回收的話 待會上城堡實在 可能石頭會稍微差了一點 沒有辦法蓋城堡 如果要儘快的把這三根塔搞掉 插城堡是要用最快的速度來插是最好的 好 當然你看這邊 即使取消了箭塔 還是沒有辦法去蓋這個城堡 OK 那這裡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待會就可以轉頭石車 去拆除下面這些圍箭 好現在YO 穩定的木頭區好像 只剩這邊沒有被控 所以這裡一定要蓋寶 這裡一定要蓋個寶 這個寶蓋的位置有點微妙 居然是蓋這個位置 還以為他會蓋右邊一點 如果蓋這個位置的話 這根塔也能拆得掉 但是正面 更前方一點 守黃金也似乎有效果 OKYO投車出來 現在MBL化學點下去了 要走火槍路線嗎 兩個射箭場已經順 順利蓋好了 這看來就是要走火槍開射了 城堡時代的火槍 比較麻煩的地方是打步兵很痛 而且成型速度之快 不像這個土耳其火槍兵 只能靠城堡產出 直接用這個射箭場 高速產能 產出程型速度非常快 火槍兵現在趕快按 或是因為這邊的進攻來說 還是有點兇猛的 YO這邊是轉出了 馬上清裝兵 開始來解這些透支車 順利解掉 三隻清裝兵過來想要抓村民 順利抓掉了一村 清裝兵還是做到了一些事情 火槍這邊繼續去 四隻火槍出發了 有火槍打清裝兵傷害也不錯 左邊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這些地基在旁邊有點麻煩 右邊的PC補了一個 讓我來直接撕掉這根箭塔 好 投死車直接砸爛這個衝車 火槍兵準備要殺進來了 哇 這個高打滴火槍一發都是10點傷害 好 打破進去 準備要來跟城堡StayHello了 好 城堡在這裏能夠守住嗎 看一下這邊的細節 頭車砸一發 哇 這個踢地板踢到了大量血量 但是 哇 這裏的村民 要小心了 哇 有一村 哇 這個傷害 哇 火槍直接 狙殺 投掉了兩發 哎 兩個頭車直接被狙掉了 OK 時代不同的大人 火槍兵已經出來了 怎麼辦呢 又被點掉了一村 好 YO 群在村民樹 戰損來到了十隻啊 NBLO則是村民樹領先大於四村 這根城堡也蓋不好 要是這根城堡能蓋起來的話 YO應該就會很好過了 但是波西米亞已經點下了重裝長槍兵的升級 現在其實只靠輕裝兵的話很難打 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繼續用頭車喔 試著砸砸看喔 這些火槍兵喔 會比較好 只要一發能砸到 基本上可以全部拍死了 但是後面現在沒有辦法補工程器製造所 甚至要要繼續按頭車也很困難 現在 YO 經濟補師那不得好 結果這邊村民下降的有點快 不是有點快 是 YO 的村民樹上升的有點快 村民已經反超了NBL了 NBL這邊村民樹一直在斷喔 趕快補一下農田 好現在 YO 暫時對這些火槍沒劈條啊 怎麼辦 上輕裝兵過來 鎖掉第一發的火槍傷害 早上輕裝兵的第一發序能傷害 兩槍直接戳掉 頭死車 OK 現在只靠輕裝兵還是有點吃力 趕快補一下血 好 那其實火槍兵呢 也是可以靠生旅去反制的 這個反制方法並不是這麼的有優勢喔 可能招翔到了 自己的生旅也是要變成一個1換1 好 火槍兵被少量的各個疊擊破 輕裝兵做到了一些事情 好 拖子車砸了一發 兩隻孫女果然倒地 好像沒有著想到火槍兵 這就是生旅去找火槍兵的一個 稍微類似的地方喔 好 後面 輕裝兵 被解光了 好 再來一發 輕裝兵衝鋒 順利拿下 村民過來想要直接手撕箭塔嗎 但感覺這裡不是該手撕的時候 我下面過來一發一隻輕裝兵 OK 障礙很痛 好 這邊想要稍微圍一下 看可不可以把這個城堡給圍起來 蓋起來才對 好 還在蓋還在蓋 沒有放棄 但是衝車過來了 後面拉了十隻村民過來手撕這起箭塔 頭車過來一出來就被點掉 YO 完了 頭車出不來 衝車一直頂 現在這根城堡的血量只剩下466滴血 要蓋起來好像已經炸裂了 NBL的火槍壓制 順利的拿下這根城堡 好 那YO這邊繼續來新的石頭來源 看不要到後面再採個石礦啊 再蓋個TC 這家YO的木頭有點爆量啊 剛剛一直忙著打架 田現在都沒有在灑了 這裡田都不安全了 左邊這個TC也是 好 那NBL3TC開農的關係 經濟已經反超 YO非常多了 4隻青裝兵開始往後 但是這裡往後好像沒有辦法造到太多的東西 好 這裡有在維持 NBL這邊防守還是有注重的 好 青裝兵趕快利用自己的機動優勢 去後面繞繞看 但是NBL的防守做的很隱密啊 非常嚴密的防守 好 看起來是沒動 上兵稍微打一下 好 解掉這一隻 後面又補了一個射箭場 好 聖旅拉過來招響 真的要找到了嗎 你沒有 好 結果右邊通知車砸到了一些 但是好像沒有砸死火槍啊 打掉了這種裝長槍兵 好 這個衝車血量拉起來 大聲要繼續 欸 這個村怎麼 找不到人身方向 想不開 好 青裝兵頂一下 直接剩56滴 哇 這個青裝的衝鋒傷害 真的是很高 好 這一隻火槍這樣在家裡 YO現在經濟已經落後了30村 還有機會翻盤嗎 這要是翻盤了 就真的是陷鬼了 MBL怎麼輸 輸不了的吧 YO這邊 要輸的話 應該是蠻正常的 抽一抽差這麼多 通常是沒救 但是YO可是YO啊 中國頂尖選手 應該也是有辦法了 青裝兵 現在數量10隻 MBL甚至連手推車都點了 這麼愜意啊 可以點手推車 好 轉出戰車 火槍兵第二坨來了 現在YO的青裝兵數量開始慢慢累積起來 打火槍其實是稍微有點優勢的 但是一見面就往後拉 沒有打算要打 可能覺得這一坨衝過器 要是又沒了 可能就要GG 所以這裡來就先往後拉 再續一些 馬上輕裝兵的數量 MBL沒有打算要直接生地王 我是用火槍開始去試探YO札里的 村民 好 就抓了一村 正率倒地 現在 村民數差距30村 好 火槍被沖車打 這個調子有點慢啊 好 火車過來炸的比較快 好 沖車直接炸了頂了一下 胡菜彈車 扣了542滴血 YO這邊還在續 青裝兵的數量 變裝兵數量現在14隻 這一坨兵力 開始給阿力 不然我點下了虔誠科技 好 看下招翔 這樣應該沒問題 彎胖取一下 高打滴可以一發一隻僧侶 但是現在沒身攻擊力 要兩下才行 OK 高打滴一下 變裝兵上去 直接收掉了兩台托死車 後面這隻僧侶 招翔到了一隻青裝兵 僧侶直接被打死 之後放青裝兵開始往前追隨 果然是YO啊 順利的解掉這一坨火槍兵 好 這一波壓制 直接靠青裝兵的 A救完事的傷害 搞定了 但是MBL 已經要來升到帝王時代 這一波火槍又過來 站這個小洞 好 這一坨火槍兵危險了 四隻 應該要死光了 好 大家一人一槍 就搞定 好快好快 好 現在均衣的部分 來到了四隻 這個均衣 準備要來轉槍兵了 波西米亞的槍兵 對騎兵可是非常痛的 有外增上的效果 所以波西米亞這邊轉騎兵之後 Wild馬上青裝兵策略 可能會 被槍兵戳到頭破血流 然後其實波根地人 其實也可以轉火槍兵 所以打這個槍兵 還是有自己的辦法在的 好 那其實這個階段 波根地人 也可以考慮轉戰毛兵 配肉馬 或是配這個青裝兵 青裝兵截到頭車 之後用戰毛兵去 反制槍兵配火槍的搭配 畢竟有三級射 而且戰毛兵 雖然沒有三級的 紅兵鎧甲 但至少戰毛兵是有的 這也是波根地人 在競技場的一個 小小優點 經濟優勢也算有 而且還有這個 撒田的黃金優勢 好 兩邊準備發展到帝王時代 等你再四刀翔 火槍兵往前 接到TC後撤 三台投石車 慢慢壓的過來了 怎麼辦 這個看起來 天良 剩下為良 好 火槍兵過來 往後拉 想要守住火槍的數量 青裝兵上去 就是對著頭車一發釋出 三台投車都沒了 現在青裝兵 數量也不是很高 只有一根城堡 產能不是很穩定 好 後面的青裝兵 還被重裝長江兵 稍微攔截到了一下 波西米亞大槍兵 撲衛技術 一去補殺了 一擊攻也點了 接下來波西米亞只要出槍兵 就完事 加個榴彈炮 完全的毀滅 WILE的陣地 WILE還有機會可以反轉嗎 遊戲時間來到44分鐘 還沒有打算要放棄的念頭 還是想上個帝王拼個一波 看這邊帝王上一波 頭車衝車 波西米亞戰車火槍生女火炮 MBL這什麽 超級大閘會進攻 而且還有槍兵 加密龍武拉 哇靠這個真的是 好難解 講認真了 這真的是不好解除這個進攻 好 青裝兵趕快拉到右下角去幫忙 但是攻城還在繼續 開始做最後的防守 先點下了化學 現在食物只剩下12片田 後面可能要再灑一些 因為這裏的田都不能正常運作了 至少損失了快要1000木頭 好 城堡點下了增兵技術 但是青裝兵沒有繼續按 是想要先點擊瑞嗎 還是要先轉火炮呢 感覺這裏先轉火炮比較重要 甚至有機率可以一發打倒大量的火槍兵 別起這個青裝兵來說的話 好 但是波西米亞的火炮也在猛烈進攻當中 火槍兵這邊分散射擊 直接射掉了三隻青裝兵 現在青裝兵要在後方搞點事情 抗兵要這邊回手一下咯 城堡要掉了 歐歐這一波城堡守不住 葉跟城堡要補在哪呢 好青裝兵直接衝過來 對著村民一頓輸出 好okok 這邊終於抓到了一些村民了 兩邊經濟終於拉近村民只差距10村 歐歐 哪裡沒有東西 村民要跑了吧 這裡抓村民算抓得漂亮 但是經濟有點炸裂 村民樹只有98村 而且田只剩下16片田 好波士米亞點殺了大車正之術 現在歐歐要轉火槍對射 不是吧 火炮趕快按 有要按火炮了 這個有火炮才有機會阿 火槍配火炮直接變成現代化 佛根帝現代化轉型 這一招成型其實很慢阿 但是黃金夠多食物也夠 如果木材也有的話 現代化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哇 村民有點慘烈 人肉扛炮彈 太痛了太痛了 好上放七雙兵 再繼續繞行一下 五槍兵現在有七隻 好火炮五個 繼續推進 這裡的火炮 只有兩三臺 好像來到三臺了 火炮目標並不是解掉這一坨兵力嗎 好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NBL拿下比賽勝利 城堡蓋好 巨頭要出來 有點微妙 感覺真的希望不多阿 火槍走到後面好像也幹不了什麼事情 火炮的部分也沒有機會抓掉對方大量的火槍兵 那更是沒機會阿 後面波士尼亞的無敵陣型成型之後 要反擊是真的很困難 我們先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要NBL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最後石頭輸了一些 但黃金、食物、木材都是贏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下次見 就是我們的家庭 我們下編的挑戰 我們下編的方式 你還是死了 我們下編的殺手 在北強的夜刀 我們下編的階段 然後دا 你再問一半 我們下次見